那么很快就给到搬选的画面 现在我们看到首先是VG这边 搬掉了锤石和娜尔 你要说这两个英雄今天在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了多次小组在里面 他们都是被搬掉了 是的 故意在上单和辅助位置上 这两个英雄的强大 大家都是不敢忽视的 ADG这边是搬掉了瑞兹以及风女 风女也是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辅助 是的 也是非常值得一抢的一个辅助位 他们搬掉了瑞兹 因为我觉得国服的选手 好像每个人都特别会打瑞兹 对 因为现在上单的瑞兹的话 确实在前期里如果不能给他压力 中后期实在是太强势了 这边搬掉了杰斯和时光老人 也是这个版本非常强大的两个中单 VG这边没有什么悬念 一抢了现在最强的ADC卢西安 EDG这边的话 我们看看他们拿人上怎么选 诺岛这边打算先选择一个打野用的螳螂 螳螂也是在这个版本没有削弱的情况下 毫无疑问是前中后期都很强势的一个打野 而U这边要拿出他的招牌 在火影杰吗 U可以说他的杰在国内使用也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这边 最后他选择了 不过这边在对方没有先选的情况下 先把杰拿出来或许也是 就选择利桑卓 不是很吵的一手气 这个利桑卓拿出来的话 一般来说现在兵女的上单是很流行的 但是那是S5季前赛的版本 在目前这个S版本里面 各大比赛里面还没有流行起来 或许他是已经打算用超前的理解 把这个兵女带过来了 不过我们也不好确定 说不定他也是拿来中单的 一会儿要看看他们怎么安排 BG紧接着拿到的是 芒僧以及是 纳美这两个 打野和辅助位上也算是不错的上加人选 把中路和上路 让他们留在后手康的对手 BG机下两手的话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拿下路组合了 因为对面的话 上单和中单还没有完全亮剑 自己这边要保留一手兵女中单和上单的可能性 这样的话也是给对手一些压力 好的 AD用了一个EZ 这边会选择了一个 火拉卡 火拉卡这一群的话 应该说现在辅助上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他的技能 Q技能和A技能都大改了之后 现在能力相比以前是增强了 不过是否用的足够娴熟 让我们来看看卷毛的表演吧 那这边VG没有办法 因为对手这个B女 现在还无法确定究竟是终端还是上单 所以 先把大树抢了 先把大树抢了 至少上路的话 用大树去打兵女的话 她也不至于是大亏 而中度的话 兵女的中单实力并不算是顶尖 新德拉 新德拉以及大树 这个组合的话 基本上就是新德拉的先手 以及配合大树的一个后手跟上第二段控制 是能够很轻松地秒掉你一人的 但是新德拉这个英雄 缺点在于 他非常容易被抓死 所以中度前期一定要有打野的来回的保护 VG这边果然 冰女选择作为一个上单位出现 而中度的话呢 似乎是打算选一个发条 发条在S4的总决赛里面 也是相当大热门的一个英雄 可以说这个英雄的全能程度 使得他在每一届的总决赛里面 都能够有上好的表现 我记得S2的时候是 Toyz 用发条可以说是横扫了 欧美包括韩国的各大队 而到S3里面呢 皇族在决赛的时候也是发现了 Faker的这个发条也是玩得非常的不错 难道这个时候会换腰机吗 至于S4里面发条上场依然非常的高 而最后似乎还是打算做一个变动 选择腰机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中单 尤其是在比赛里面 妖姬最近有一套比较特别的玩法 是三项妖姬打上单 什么呀 三项妖姬玩上单 哦 是打一个AD吗 是打一个消耗流 就是W两段飞上去点点点下耗点血 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玩法 那这边的话 一会走中度的话 应该还是走一个传统的AP流 妖姬对抗辛德拉的话 其实看妖姬能否利用 W技能躲掉辛德拉的一段Q 只要躲掉之后辛德拉是绝对打不过的 但如果没躲掉 被晕住之后呢 也是会被一套秒杀 这两个英雄可以说是一个 互相之间操作的较量 好 那么现在延时间非常短 让我们很快地进入这场 精彩的楼真胡斗 虽然呢 我特别想要问 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也不太愿意回答 依旧是想问你看好谁 说实话我看好EDG 因为是因为有S4的这个经验吗 S4的经验只是一方面 毫无疑问EDG现在整体实力的话 依然是国内最顶尖的 所以我觉得EDG这场比赛 拿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也不乏VGG这边暴冷的可能性 因为VGG这队伍的话 相对来说大家对他们了解 并不是那么深 EDG恐怕也没有对他们 有很深的研究 而VGG这套阵容 VGG这套阵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 这套阵容的控制点很多 在相对来说我们普遍认为 弱队打强队的时候 你的控制越多越好打 因为控制点多的话 就很容易在前期滚起雪球 只要一两个控制前期起来 就可以击杀你一个人 然后渐渐地滚起雪球 就可以滚起来 少有的居然没有暂停 好 我把这个 双方准备出门了 那么前期的恢复装上 我们看到妖姬这边 带的是非常的多 选择了一个水晶瓶 再加上饼干的出门 他还点出了饼干的天赋 这样的话在中单的这里 恢复品实在是多的 有点夸张 对 看来是很激烦 辛德拉的消耗 而这场比赛 我觉得最值得一看 就是下路卷毛 拿出索拉卡 对抗对手的一个纳美 索拉卡加EZ的话 他前期现在能力 其实比以前要强 因为以前的索拉卡的Q技能 适法距离实在太近 使得在下路对拼的时候 其实偶尔会出现一些 多蓝队索拉卡 前期拼赢对手的情况 但绝大多数索拉卡 都是被对手给压制 而这边索拉卡 因为现在有改动之后 现在的Q技能 变成一个远距离的技能 加上一技能 现在增加一个定身的效果 所以线上能力 变得比较强 这边是 已经恢复了 已经恢复了 那么可以看到 方方一 大树直接扔了个小树苗 这边炸了一下柯 两边的上单上路都没有带任何的恢复品 这一点对于大树来讲的话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毕竟她的被动是能提供回血 但冰女这边如果不带回血 只靠那两个血柄 可能无法经得住大树的消耗 两边都站好位置 还是一个传统的开局 没有太大的激进的动作 危机打野这边是先选择了蓝buff开局 对 对于盲森开局来讲的话 他选择一个蓝buff开局 我们得看看 他会不会选择一个两极区对手野区骚扰 因为盲森确实很少见的会选择两极蓝buff开局 不过从他们下路这个站位来看 或许他单纯只是打算让下路进行一波前期的压制 所以强行的选择一波蓝buff开局 这样让上单来帮助自己打一下蓝buff 其实还是蛮少见下路的两个人 蹲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草丛 这个草丛底的点 如果说纳美的Q技能能够命中对手的话 一套下掉一半血是非常简单的 很有可能会把对方的人给逼回家 中路的话妖姬这边打得很凶 一击直接领有W技能上去耗星达达的血 而下路这里两边 EBG这边觉得对手既然是一个来开 我还是选择抢二吧 没有选择继续在操里硬蹲 VG这边的仙达达不断地被妖精 用W上来耗血 也是非常的难受 看一下对方的这个盲孙打野 会不会选择 他选择去打自家的红buff 而上路这边的兵女 我们看到选择一个一级快速推线的打法 这样把大叔的兵线压在塔下 让他不能够利用自己的一技能 对自己进行消耗 反而是利用Q技能不断地耗大叔的血量 EDG这边中上两路的话 应该说前期的压制是成功了 他能够很好地把兵线压过去 并且在血量上占得一些便宜 但自己这边的下路 因为对手抢先抢二 所以这波 还是VG这边率先抢二 这样的话 EDG总算也是熬到了两期 毕竟一子一这个英雄在线上对抗时的对抗能力 是远远不及独间 所以现在对抗的时候呢 是相对来说被动一点 这边防僧和藏狼都是清好了自己的第二个buff 我们buff都是在手 藏狼这边打算是上路干K波大树 让我看一下这波 看看有机会 挺有机会的 这边直接去硬住了 那这边大树死掉的可能性还是蛮淡 盖下冰女 配合藏狼闪现 拿掉一旋 漂亮 这里大树走位过于靠前 被冰女的一个W冰冰环直接命中 这样的话奈何他交的闪现 也无理回天 而且刚才利桑卓的位置非常的近 下落这边的话 VG始终把兵线压制在EDG塔下 但纳美这边塔下补刀的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我看一下塔下也没有落多少刀 而我发现VG的打野 盲森好像一直在刷野 这边是选择去中路 干个一下 如果现在他QE2连先手晕中的话 还是有可能配合盲森的爆发 直接打死妖姬 我妖姬现在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应该说现在妖姬的被动隐身 使得在盲森这边想直接秒杀妖姬的难度有点大 下落纳美和卢仙打得非常的强势 是的 不过这边EDG这边的EZ补刀应该说非常的不错 所以没有漏太多的刀 这边的螳螂又再次选择去干个上路 再来了 这波的话 瑞恐怕又要逃不走了 螳螂上来 交掉减速 W技能虽然命中 但大叔这个Q技能打得漂亮 Q技能成功击退了螳螂 这样的话螳螂没法再继续连上 这波打得漂亮 这里有个消息要向大家宣布一下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本来是英雄联盟的最后一场比赛 但现在因为现场比赛进行的速度时代太快了 依然是英雄联盟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将会另外还有一场高三二的比赛 希望现场的观众不要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直接就离开了 这边看看 芒森去看看一下妖机 但是妖机成功地逃脱 对 妖机在那里有W技能的情况下 真的是非常的难杀 威技在对待这样的一个老牌的 E.D.G.强队来说 感觉现在前期并没有看出来有多大的烈士 对 虽然他们上路大叔是被抓了一次 但是他的补刀上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挥太多的刀 而下路当然他们自己这边选择压制的情况下 也没有压掉E.D.太多的刀 两边的补刀目前还是基本持平的 E.D.这边剩在一个一血的经济 整体上来看的话 两支队伍的个人技术目前 从补刀上来讲还是在博住之间 虽然这边先行道武 上前消耗了一波 下路互相消耗的过程当中 只要E.D.这边保证自己不推刀就行了 命运上来又是一波 这波配合唐囊要先打 自己这边交掉大招定身自己 但这里还没有打死瞎子 瞎子还差一刺选 唐囊一个W收点人头 这边唐囊还打算继续打大树 但是伤害已经不够了 不过这波成功秒杀盲森也是非常的漂亮 妖姬这波的话上来浪 但是自己有点危险啊 反而被新刀他闪现上来一套大招直接秒杀 他主要被他打了两下实在是太伤了 刚才妖姬的走位稍微有点失误 这波妖姬被他打了两下实在是太伤了 这边唐囊选择强杀大树 打下强杀 这波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换掉呢 非常的可信 冰女依次去的带家换掉大树而成功逃脱 这样来的话上路已经完全被攻击雪球了 诺妍和Coral现在进去抓对手上路的配合已经是非常的娴熟 冰女的先手控制配合螳螂的后手的强大的伤害 这样的话大树已经连续两次被杀 感觉落倒是非常针对上路的大树的 下路这边还是一个属于一个基本和平补刀的一个状态 两边就是互相好好雪布补刀 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VG这边的ADC是先行到达了6级 VG这里新斯拉这波是打算游走一下吗 我们看看这波走位很奇怪 似乎是打个蹲 诺言的反应也 但诺言这里还没有打算来对手的 红buff这里反应 这一波的话 希德拉跟着打野下来是什么意思 刚才他们可能以为他们要来抓下 所以本来 EZ和Franca是选择上的 后来还是觉得撤退了 好像只是打算 帮助盲森打一下自己家的红buff 现在的话 中路妖精因为已经死了一次 现在对付希德拉 已经不能再那么四不一忌弹的上来W耗血了 从前一上来强行一锅小号 但反而被EZ索拉卡一锅反打 这边逼出了一个加血 看兵女上来 一个W大招冰中 漂亮一套直接秒杀 非常的漂亮 这波Coral用一个传送眼的支援 非常的赞 这波打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状态上来讲 应该是可以打这条小龙 整体状态并不是很差 这里排演 如果说VG之灵 敢于过来守这条小龙的话 很有可能被妖精这边留人 然后全数击杀 这样的话小龙已经是EDG的囊中之物了 EDG的节奏还是掌握得非常的好 这样的话前期10分钟 1-4的人头 经济上领先了将近3000块钱 比赛站是暂停 那么进行到这里的话相对来说 前期的局势已经基本上在EDG的手里掌握着 这3000的经济差回去之后 大概人手多一个小剑 这个经济差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感觉还是EDG可能经验比较老道一点 所以对小龙以及干客的实际把握的会比BG要更好一些 是的 EDG主要是这波抓下路 很好的利用上路冰女的一个传送 他们知道大树是传送到上路的 大树没有传送支援 那这波冰女传到下路的话轻松地拿着这个人头 我看到冰女的大招配和W技能 把对手的ADC控制了时代太久 完全无力逃生 而且刚才卢西安可能是太认为自己太顺了 所以没有蓝的情况下也是被对方针对了一下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一个关键人物的装备 冰女这边是做出了一个把穿的小面具 大树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推化神石 补刀上乍一看好像大树还领先一些 但冰女这边有四个助攻 对 每个人头跟她都有关系 而诺言的螳螂这边因为是抓上路几次都非常成功 现在已经是三个人头在手 打野的弹刀已经做出来了 非常的顺这一局 螳螂 双方的中单都还是以大声飞为第一的大剑 那这边的话好像新泽拉这里因为是单杀了对手一群 所以的话自己这边出大声飞的速度应该还是会比 由这边快一点 说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局危机的打野芒森感觉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这场的话纳美的EZ的出装就相对来说有点怎么讲的有点少见的 直接裸魔踪 即便是蓝EZ好像就我们常说的蓝EZ就是出一身蓝色装备的EZ 好像也很少会说第一剑直接先把魔踪做出来 虽然这样对于蝶魔踪的话速度会比较快 但在前期战斗力上来讲还是蛮弱的 他没有先出一个耀光而行的直接出魔踪 可能是打算自己这边反正也拼不过如先 那我就线上选择多给你发育 互相发育多打钱 反正队友这边的话打野和上路发育率非常不错 自己下路这边只要闻着打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三个要抱团抓一下妖姬 但这边的话妖姬毕竟是有位移的 在二端位移面前妖姬你是很难很难杀掉的 独仙现在很凶啊 吃准了EZ跟他没法抹拼 所以每次都是见面不讲理的 一到脸上来就是打你 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的话 纳美这边的补刀87个 独仙92个 其实EZ这边并没有吃太大的亏 加上还有一个人头在手 现在对于VG来说的话形势并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EDG一贯以来的节奏就是 在有地图经济的情况下抓死一波人 然后去抢地图经济 而且我觉得EDG他们有一个套路 他们喜欢用一些一点点的优势 一点一点的累积 扩大自己的优势 他们是一支非常非常稳的队伍 天之队的风格就是特别稳 现在下动依然是属于一个双方的和平发育期 EZ这边既然出了魔松 就绝对不会给你打了 我们发现 螳螂和绿桑拙现在也是在野区 有点小动作 对 因为绿桑拙配合螳螂的话 绿桑拙强大的控制能力 配合螳螂的伤害 基本上一套下来你的人是必死 所以现在他们在双游 在对手野区找芒增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EG这里现在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 能够把经济的差距缩小 所以他们来说 现在也只能稳健的发马 尽量不要再出更大的问题 因为面对EG这种队伍 一旦你犯一点点的小速 马上就会被追上 这边看到 螳螂和妖姬还有李桑拙 是对VG的蓝buff有想法 这波如果说打蓝的话 就得看新加拉这边的运气 是否能够并住在对手人身上 不过这边蓝buff已经快死了 大树直接强开 强开之后 并率把大招交到大树身上 这波交的并不是很妙 螳螂选择大招逃生 我们看一下并率这边 没有 并率是这时候在留大交给芒僧 漂亮 但新加拉这个点燃 也是成功烫死的妖精 这波的话残缺很多 双方继续互相一个交换 并率这边旋已经残烂 但新加拉现在状态非常的好 大树还没有死 新加拉又是一波三杀 漂亮 漂亮 这波VG的反打非常的殊死 VG这边大树上得非常的果断 他和芒子两个人成功拖住对手三人 而新加拉过来几个技能完全是实打实的 没有一个miss 成功地打在对手身上 这波新加拉的球阵扔得非常的准 每一个球都砸在对手身上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波的回放 仔细看这一波 冰女的大招最后留给了一个芒僧 但新加拉这一波的技能释放非常的净准 我们看到新加拉这波技能 基本上除了这个球 基本上全部打在对手身上 这个Q是Q中两人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个Q一二连 完成三杀 这波的话新加拉表现非常的出色 因为新加拉这个英雄的本身他的Q W一三个技能 这边强势抓EZ 都算是飞指向技能很容易miss 但是他这波已经释放的非常主要 这波BG下炉包装 但冰女过来一个W可以留人 被秒吹了 被纳尾的一个Q技能秒吹起来 而这边冰女已经残血了 现在这里冰女很可能会死 看一下 焦掉虚弱 没有打死猫松 而自己这边后排的妖姬反而先被击杀 猫松这边塔下扛了一波 大叔在扛塔 但大叔里才扛塔好像要死了 还好还好还好 还好逃走了 这两波团战发现我 EDG的伤害一直都不太够 对 每次像你杀一个人 但是每次都差一些些血 就感觉出这两波的伤害 新加拉这边的秒杀能力非常的强 是吗 诶 这个大招 纳美好阴险啊 一记超远距离大招 刮过来 正好刮死在草丛附近 TP的一个纳美 本是同根生相接何太极 你们名字都一样 为什么还要杀他 给纳美杀了对面的纳美 但你发现没有 妖姬每次打出 打出出都是打不出来的 妖姬这边有问题在一起 但是他这个数据虽然打出来 但是一套秒不掉对面的人 而不像新德拉一个大招 我一定会死一个 但是EDG没有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 拿掉这条角龙 这样的话 经济上还是出一个领先的架势 EDG这两波团 我觉得打的不好的关键点 在于是他们阵容的一个 怎么讲呢 自己这边阵容没有协调好 走位上比较慌乱 而对手VG刚才这两波的阵容 展开得非常好 大叔第一马当先挺上去 然后其他人后面跟上 轮流扛伤害 EDG这边最需要的是 能够利用好自己兵女的大招 最好能先秒掉对手 现在主力继续中单的AP 现在新德拉已经做出了1600的大爆 好 新德拉这一波的话直接开大 但是没有机会 索拉卡的大招给的非常的及时啊 而且唐浪山是有以魔刀的 你不可能比较掉他 诺言这边看到对面出了新德拉 那肯定是要出个以魔刀 以魔刀这件装备对于有心得拉的队伍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有效的 现在掌上的局势处于一个平稳的军事 两边谁也看不出谁能够 谁能够很好的就这么碾压对手 现在局势基本上完全误开 EDG这边盛在拿小龙拿了两条小龙拿得很好 但VG这边的话美波团阵的表现得非常出色 人头拿得更多一点 而且士气也比较高涨 VG果然展现了一个出身牛肚不怕虎的这种特性 打得非常的凶 而且时机每次把握得非常的好 就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哪怕你这只路小龙拿得多 但如果对手人头拿得多的情况下 他的打架上就会比较有士气 对 就敢于开端 敢于上去牵手 敢于上去扛伤害 现在Coral这里感觉有点危险 王子已经让过来了 大叔这里如果牵手了 他们就挂了 哇 在新加拉这么豪华的一个装备面前 一上去浪 那美实在是太不值了 而上路这里的话 冰女应该是没有被大叔抓到 现在新加拉的伤害真的是非常的高 只要是不是太肉的英雄 基本上都能一套秒掉 是的 他现在已经五个人头了 如果等他做出中亚之后 就没有办法击杀了 所以现在EDG没有想想办法 是不是能够在出中亚之前 杀一两次新加拉 把他的节奏缓一缓 而反观妖姬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输出环境 妖姬这边从中路被单杀开始就注定了优势场比赛的表现不会太好 这里的话又是一套秒杀 漂亮 妖姬这个英雄确实太脆弱了 一旦被控制连上之后就没有逃生的能力 主要妖姬这个英雄是属于那种线上要打优势的英雄 你如果说线上被对手杀一次的话 那就很难打 希瑟拉这个英雄线上只要杀你一次 你后面就特别难打 EDG现在一直找不出继续 怎么讲呢 继续打架打赢对手的一个方法 因为对面这边就是新的拉加大树 一套秒的一个人 简单粗暴 我之前就说过了 弱队打强队的话 如果你的队伍里控制比较多的情况下 真的是很好打 就是慢慢的滚雪球 一套空秒的一个人 不跟你讲道 我一旦这一波是选择一个互相之间的换家 这一波的话从下路推过去 应该说EDG边比较回防会比较好 否则高地塔就要掉了 EDG这里回防的速度有点慢 这样一来的话下路高地塔可能要被A掉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BG这里大树身上还是有传送的 这波辛德拉 不是这波我们看纳梅 纳梅被抓 那堂蕾这里能不能追上他 闪现上来两套 还差一次上来 一个W没有命中 这波辛德拉又是一套 要秒掉U啊 U一次决定被救了回来 反而是一字一个大招 收掉了芒僧 漂亮 纳梅这里有点太浪了 大树得捆了一下螳螂 但这人的话 大树想单挑打赢螳螂也并不容易 反而是被打招的残血 冰女过来冰一波大招 但是大树还有一些血量 这波抗塔的话 反而自己要死了 这波抗塔真的是太伤了 这个站在肯定塔那么伤的位置 今天这场比赛 我看到一血已经是让U 还是上单的Koro 连续两次付出的代价 就是没有注意好 这个一塔的攻击力 都是被一塔打到了 而刚才那波下路高地的推进 我看小丽头乍一看 好像是塔被打掉了 打掉了 塔也被打掉了 这波一地址的交换非常的伤 为什么没有人回防去守高地坛呢 刚才一个纳梅成功地牵制了一地址 我说的是辅助纳梅 那也不对啊 你这边的话 就算牵制你两个人 你甚至还有三个人呢 那三个人在干嘛 但是刚才已经是好像来不及了 反正这一波的话 对一地址来说非常的亏 高地塔被推掉 那也就意味着过会儿 只要对手抓住第一波团面的机会 就可以直接无视你 上来强行铁掉兵 现在围局的士气非常的旺盛 主要就是之前那两波打盘打赢了之后 现在新加拉装备非常的好 整体的士气也上来了 这对一个新战队来说 我觉得士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小龙快要刷新了 这条小龙的话 ETT感觉不太好拿呀 他们应该是要放弃了 这个狭小的路口 你被新加拉的球放出来 你根本不想走过去 走过去就是死 选择一下换掉上楼的外塔吧 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放到这条小龙之后 经济的优势回到了 VG这里的手里 VG现在领先2000 现在优势非常的郁闷 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发挥 本身妖姬这个英雄 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英雄 在对面这么一个装备豪华的 新特拉面前 他实在是有点打得位手位脚 现在新特拉状态就是 谁看到了谁都要躲 已经做出了帽子 现在VG转弯推进下堵 下堵是没有高地塔的 这波的话 如果给他们找到一波机会 就难打了 看一下EDG怎么守 这波的话清兵有点难 大树扛在前面的情况下 很难清 新特拉刚才似乎是打算 进行一个Q2连带有点失败 一技能甩风 在这里就算是这样 在这里磨这个高地水晶 你也是很难打的 继续磨 这边的话要击翘子上来 一套要死了 交掉治疗术 交掉治疗 这样的话救回了U的性 治疗加上换掉了对手的一个大 这里遇到EC 你再被秒了 还差一次学 还是被秒掉 但自己这边 新特拉也是死了 这把双方各死一个C位 现在就看能够的螳螂 能不能杀掉龙仙 被封证了 落到的螳螂被封证了 这样一波的话 EDG是打输了 高地兵营即将被拆 而且从复活时间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 U这时候爆发了 爆发力 他这波是直接秒掉 对手EDC 但自己身体的话 能不能被瞎子踢死了 也是被踢死了 我这波的话 王森成功地逃脱 但这样也是避免了 被一波的恶语 应该很难一波 而且从这个兵力的交换上来讲的话 对手EC马上将复活 甚至已经不够 直接点掉兵营了 VG这边选择了撤退 那这波对EDG来讲的话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 这波EDG是一个2换3 不是3换2 3换2 3换2 但是他们避免了兵营被拆 这样的话 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 毕竟对手这波比较强势 而且对手现在是一个优势器 虽然是一个3换2 但是好在保住了兵营 如果这波兵营被拆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就意味着大龙要丢 因为下路兵营被破 基本上大龙就守不住 我刚才EDG的兵线 上路兵线是非常好的 是的 但是他们现在实在是难以分出 人手去清上路的兵营 这边的话 关键就是怎么样守住 下路这个兵营 这个兵营只要一掉 那大龙就岌岌可危 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一个关系 刚才那波打完之后 似乎VG的攻势 也是稍微有了一些缓解 就来看VG这里打算怎么样继续 扩大他战果呢 他们的这个招阵容啊 是必须要跟对手打架的 就看西德拉这边的晕 抓机会的能力 VG依旧是对下路的这个兵营有想法 是的 他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兵营推倒 因为推倒兵营就越远拿大龙 拿了大龙就意味着上路和中路 也是很有危险 他们现在不需要去考虑 去推其他东西 但EDG里面想的就是 怎么样全力防守住这个兵营 怎么样在对手的技能 还没有消耗光自己之前 尽量先耗他们更多的血 因为自己今天在高地上 阵型斩队比较开 现在来说更难被耗血 现在他一技能诱掉之后 现在他们是缺少动作了 要别人互相继续相耗 这里的话 VG时段想办法去磨这个兵营的血 但EDG里面打算要开了吗 这里直接捆住了 UU直接被新弹 运助车要秒杀 在这里兵女飞了进来 但兵女把大招给了自己 这样的话伤害不仅比击杀对手 现在就在堂堂 堂堂杀了一个 刷新技能之后 还有一个机会再生第二个 即便盲松的曲线并不高 看诺导 诺导追风 想要瞄准哪一个人的 重来强杀 但是被控住了 诺言死了 这一波的话 VG打得非常的漂亮 芒僧的残血成功逃脱 那口治疗是别的太到位了 新德拉的先手晕 配合大叔的W捆 已经好几次取掉UU这边的妖机性命了 U的妖机这边站位一定要小心一点 但他也没有办法 但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始终要想办法保持一个能攻击到对手的距离 这样就意味着他始终处于一个死亡线上 走钢丝 而新德拉这跟钢丝一直都不那么牢靠 动不动就让他掉了下去 这样的话 新德拉这场比赛 他这个QE2连先手晕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 在打U的时候一打一个 17比10加上下落的水晶 兵一告破 现在EDG想防守住这个大龙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本身他们知道这种 我们可以看到 有点欠缺清兵型的英雄 兵女的清兵能力虽然还不错 但是这样就意味着 守大龙他还消耗一个传送 没有想到这一场 WC打得这么的精彩 我突然想到原因了 因为今天刚才我问了你一下 你看好谁 我说看好EDG 对 哎呀 完蛋了 所以说你的魔咒再次应验了是吗 是吗 有时候不得不信这个邪门啊 但EDG还没输呢 没事 让我们记得们的加油 这场比赛应该说 WC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好 主要是他们这边西德拉 他这边对于西德拉 这个技术的理解相当的稳稳 他发挥的非常稳定 你看他打团的时候 不抓别人就抓你妖姬 约了一些比赛 把妖姬给秒了 秒了妖姬之后 EDG这边始终属于四打五的状态 他们每一步传打赢 都是靠着对手的妖姬 基本上发挥不出什么作用 现在是时候 做一下大龙这边的视野 然后考虑何几下大龙了 毕竟单靠B体一个人手下动性 还是很困难 如果看那样子 VG这边好像还是打算 再多拿一些外塔 再多拿一点外塔的话 当然你要说错也没有错 不过似乎是给了对手 一些喘息的机会 因为现在如果打大龙的话 一定会更加难打 强势推二塔 上路的B线也是不错的 所以可以再选择 去推上路的二塔 外塔一推 那这样一来的话 VG就可以全面控制 EDG的延续了 现在EDG非常的难受 尤其是他们的妖姬 现在又几次都被对手 牵一套手 一套玉米咬掉 现在他的战位要特别小心 又有一种 扭力使不出的感觉 现在选择一个推上路 推上路当然也是可以的 因为下路的兵线进去之后 你还是要选 而上路这边离下路是最远的 你要赶防守这里 下路就得丢 现在VG不紧不慢 已经展现成了一支 抢队的风范了 不着急 慢慢地给你推起 下路的兵线 已经进了个基地了 在打基地的门牙 所以这边B女回去防守 那这边上路就少人 三双B女可以利用传送 强行开船 但这边的话 维持打三辆 大手强扛了 好 运动了一个奶妈 这边一套连招 奶妈被秒 瞎子踢走了一个 那这波的话 混战当中 我们看一下 EDG这边 AOE打的一个组 秒掉了新德拉 秒掉了对手 关键人物新德拉 堂堂继续收割 两个 三个 漂亮 四杀 是四杀吧 团面 团面 要紧 这一波漂亮 这波关键是大树的扛塔 强行开二塔 实在是 太不让人 这里他们过于着急了 刚才我还说 他们打得不急不慢 但突然之间就很着急的 强行扛二塔 上来硬拆 这波反而是被EDG 这边的诺言螳螂 连续的螳螂 手上飘撞死自己 拿掉大龙 这样的经济差距 我们看一下 已经没有了 拆一千块钱 对 这波一换四加大龙 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波的回放 VG的过于 过于怎么讲的 过于鲁莽的一波 都突进 刚才行扛安 把大招给到 唐狼进来配合 冰女的大招 疯狂地输出 这里又是点死的瞎子 这波唐狼完成三杀之后 输出了爆炸般的伤害 非常的漂亮 这波唐狼切入 真的是选择太棒了 但这波最关键点 在于冰女 冰女这波 很好的抓住了 对手的金德拉 先把金德拉给秒了 VG这个阵容的话 你要秒 一定要秒他们APC 因为APC最脆弱 再看一下 这边的卢仙 卢仙先生 已经做出了水银了 你秒他是没有机会的 一定要先把APC给秒 这波打完之后 EDG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现在只要他们 并不犯大错的话 应该说翻盘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完全可能的 而星德拉这里的话 中亚可能还差一点点钱 如果他能够做出中亚的话 相信对于避免被秒杀 还是有些帮助 只不过怎么样 不被冰女大刀 才是他需要处理 最大的难题 因为冰女一旦大刀之后 他中亚也来不及开动 现在EDG起了大龙buff的威势 这波看看才打算反推进了 这波EDG已经是可以 渐渐通过外塔 然后把冰击经济上的插曲 完全吃冰 现在已经放到精力开始一样了 这波晕一下 要秒冰女吗 看一下 这波消耗并没有秒杀冰女 索拉卡的奶 还是起了至关重要的手指 而BG这边又想过来单杀一个防僧 好像打下来之后发现伤害完全不会看 BG这边的装备确实挺差的 他打算下一剑把冰火过去 不过这个阵容最关键的输入点在于是 冰女和螳螂这两个点能不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先秒了对面关键的人 EDG这边的话 利用大龙buff 再推一下上路的2塔 而BG这边已经没有很好的阵级可以防守了 这波过来抢手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因为你这波抢手 把中路妖精那边又要把中路大塔给带了 现在BG的经济已经是反超了 BG这边就带你中路塔 不急着跟过来 二位这个Q要用大招来飞了 刚才W已经交过 现在EDG这个大龙buff 闪现时间强开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团 冰女马上就要被秒了 交掉中架 但今天大树扛在前面 BG这边阵容不错 阵型表现非常的好 而这边的话 并没有秒掉 现在他自己反而死了 螳螂进来收掉了辅助 他只杀掉一个辅助 这波还是打不应 EDG上来继续点死 AD没有点死 AD活了下来 今天看 螳螂继续地收割 两个 螳螂还能继续飞 三个 继续飞 四个吗 四个 漂亮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没有打死 我还以为这波 秒掉了芒僧 但芒僧这边还是蛮肉的 一个W逃过回去 这波其实一开始 EDG的阵容站位 就并不是非常好 在对手大树 扛在自己阵容之前的情况下 自己这边的兵女 是先行死掉了 但接下来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到妖姬利用两段W 强行的一个上级输出伤害 虽然卖掉了自己 但是把对手所有人 A成了一个残血 然后保证了 炒囊囊的一个收割环境 这波 这波卢僧向来强行卖脸 A人 但是换掉自己的闪现 好像有点不太明智 他是没有把辅助给A死 雪毛这里还蛮肉的 雪毛这边是出了一个 大盾 大军团盾 不过刚才也是 交掉了一个治疗 刚才那波能够打赢 我觉得关键是 U这波做了一波自杀性的攻击 他把自己当作一下自暴击一样 强行WR两段飞进去 A对手的人 因为他这场的飞进去肯定死了 他现在身上是 刚刚所说的中亚 之前还没有中亚 进去肯定死了 但没办法 他打出了足够多的AO一身 才能够帮助堂牢进行一个收割 否则刚才那波团 就是以一个 是这样一个兵女而小败 结果被他们打成了一个小胜 现在EDG的经济已经完全反超了 但现在问题不在于经济 在于两边哪一波能抓住一波团的机会 因为现在谁的形势都是一波团 像两边的形势实际上是基本一样的 就谁能够抓住一波团战机会 打赢之后 剩下三个人左右 谁就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看下一波团战 谁的配合更好 现在没有谁优谁练 诺岛的螳螂这场比赛 确实是很carry 非常的肥 非常漂亮 而纳伟这边也是 在背后提供了很高的输出 他这个EZ一直是保持 缩在背后 然后疯狂的输出 大龙也是快要刷新了 但现在两只队伍的话 应该来说打大龙 除非抓住对手阵容不齐整 或者说有人在下路收线的情况下 一波rush 否则的话 现在去打大龙 很有可能是拱手把机会送给对手 但现在以这两只队伍之前的风格来看的话 应该不至于说是 直接去冒险去打大龙 而去选择先杀人 或者是先带一带线 继续慢慢地寻觅机会 这边中路的二塔还没破掉的话 对于VG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现在他们的防守的阵性还是蛮大的 大龙还有一分钟刷新 EDG这边的话 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一分钟的时间里 快点先把中路的二塔推掉呢 兵线上现在两边还是误开 上路下路的兵线都差不多 相对来说 EDG的兵线可能更好一点点 但中路这个二塔 在对手塔下 有辛德拉这么一个变态的冒台存在 你真的是很难推进去 但现在对于VG来说 大龙附近没有视野 他们也不敢过去 两边就这么互相换血 但这边的话 螳螂好像在大龙那里 已经是唇唇与动了 甚至两个人在solo大龙吧 我看一下 那边应该两个人 EDG应该是两个人在偷大龙 VG这边也没反应过来 应该是反应过来了 但这边大龙的血已经并不多了 可能还有一半血 还有一半血 应该来得及 这一波打团的话 直接传送 直接传送 但是自己阵容已经被关门了 这波看螳螂 这波看螳螂能不能秒掉人 很难自己四个人被关在门里 但VG这边没有办法对手完全关注 这波杀完之后双方现在还是一个5块 冰女神级大招 神级大招 漂亮 侧面跳过来神级大招 团灭对手5人 刚才冰女的大招实在太亮了 冰女这个闪现过来 W再加大招自己非常的漂亮 简直就是安妮跳到大5人的感觉 实战的话这波应该是一波 应该是一波的 上度可以直接一波 Coro最后这个大招 以后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刚才这一波的回放 Coro在一个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位置 过来一个W的大5人 太漂亮了 这场比赛能够翻盘Coro 绝对是功不可梦 好的 恭喜EDD取得了这场比赛的勝出